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月华的很多记忆都被那只魔鸡吃掉了 禁地里只有我和桑雅两个人 禁地里真的发生了什么 又有谁能知道你 编 你继续编 真当我不在场吗 就是说 你忘记了很多事情 对对对 月华从不敢欺瞒陛下 他果然信了 哦 从不起瞒 那是当然 这仙妮飞雕是孤密人从各种秘境仙山中寻来 虽说是十万灵珠一条 但其实有价无事 二公主可曾见过这仙妮飞雕 是 是第一次见 奇怪 怎么觉得好像少了许多条 有 有吗 这世上任谁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 而有些人 小秘密尤其多 不过没关系 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出来的 二公主 明日开始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了 听说了吗 幽皇陛下居然立了一个贴身宫女 这么多年 陛下身边可一个宫女都没有啊 好像是人族来的二公主 啊 居然把侍卿殿听成了侍卿 幸好二公主没事 不然我们就算死 也没法向国师大人交代啊 可是姐姐 二公主不是来和亲的吗 现在却成了贴身宫女 这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啊 我觉得是好事哦 二公主虽名义上是和亲 但也是人族派来的质子 让二公主成为宫中最高位的贴身宫女 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幽皇 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一个大盗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 从明天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 两人朝夕相处 发生了很多温馨甜蜜的事 他们的心逐渐靠近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才怪 上午五点 幽皇上朝 幽皇不许帮忙洗漱更衣 所以在门外等着 去早朝路上 博士会和幽皇 立先讨论早朝内容 陛下 今天早朝要通知大臣 上午 七点三十分 幽皇下早朝 博士会和幽皇继续讨论早朝的内容 陛下 今天早朝上孙大人说的事情 有些问题是需要陛下多考虑下的 上午八点 开始批改奏折 下午六点三十分 依旧在批改奏折 幽皇有时 会去养飞鱼的园子里 继续批改奏折 这样真的不会猝死吗 修炼之人可真厉害 这种枯燥又单调的生活里 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差距 有些大臣会在早朝之后 再次求见幽皇 陛下 心智君服当用红色 红色蓬勃 士气昂扬 陛下不可 幽族四国以蓝为孙 幽族军队的制服 当然是要蓝色的 蓝色有啥好看的 当然要红色 一群大男人 穿个红色的像什么样子 你就装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家偷偷穿 你媳妇的蓝裙子 你的袜子 还是红色小碎花的呢 真是简单粗帽 没有效啊 此外 我师倒是经常来找幽皇 陛下 这些公文微臣处理完了 这是新的 拿去吧 陛下 公文 拿去 我是大人 你直冷起来啊 果然 这才是正常人 该有的反应吧 虽然说起来 有点自恋的嫌疑 但我总觉得 自从我当了幽皇的 天生侍女 她的生活 变得充满了趣味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